我们在小程序的起步课程里面在本地创建了一个快速开始的一个小程序的项目 现在我们要从头开始去学习小程序的开发 可以先去创建一个空白的小程序项目 打开这个微信的开发的工具 登录以后可以先把之前创建的这个演示小程序给它删除掉 然后我们可以再去创建一个新的项目 回到登录之后的小程序的平台 打开这个小程序信息的详细的页面 开发设置 复制一下这个小程序的ID 把它粘贴到这个开发者工具里面 项目的名字可以是您号Demo 选择一下项目所在的目录 在我的桌面上之前我创建了一个演示的小程序 我们可以把它先删除掉 删除的就是您号微信 然后再创建一个新的目录 名字也叫它您号微信 回到开发者工具 找到刚才创建的空白的目录 去到这个创建Quickstart项目的选项 再添加项目 进入到小程序的项目所在的目录 然后用编辑器打开这个项目 我们可以去对项目去做一个版本控制 在这个项目的下面可以去创建一个空白的markdown文件 名字可以叫它readme.imd 再去初始化一个get仓库 添加所有的修改 再commit一下 中文字幕志愿者 idir 国二为奇 popping